在美国的一个片园小镇 有这么一个可怖的传说 一个面目猙獰的小丑 他专以小孩为食 而且每次在狩猎之前 他都会把猎物吓个半死 似乎恐惧会让猎物显得更加美味 小丑的出现就像诅咒一般 每隔27年 小丑就会重新降临小镇 而今年又是一个轮回 小镇开始怪事连连 在一个下雨天 小男孩在雨中追着自己心爱的小船 可就在这时 小船掉进了下水道 男孩扶下身子查看 忽然的下水道竟亮起一双眼睛 一看那是一个小丑 男孩脸色一沉 这时小丑突然张开大嘴 男孩瞬间没了一只胳膊 然后忍着疼痛拼命往前爬 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小丑的魔爪 被抓走的男孩哥哥比尔 同样遇到了怪事 这天夜里 比尔恍惚看到一个人影 他跟随感觉一路来到地下室 竟然看见了失踪的弟弟 他声音嘶吼 质问哥哥为什么不去找他 哥哥刚想解释 可下一秒 弟弟的脸瞬间腐烂 就在这时 小丑慢慢浮出水面 一把将弟弟按进水里 张开大嘴就向比尔哭去 比尔转身就跑 及时关上了地下室的大门 而可怕的事情 同样在其他地方上演 小黑在送货的时候 看到门缝里 伸出了好几双被烧焦的手 而且屋里冒出阵阵火光和烟雾 小黑被吓得脸色煞白 接着门被猛地打开 一个两眼发光的小丑 带着诡异的微笑向他招手 小黑都要吓尿了 眼看就要被拖走 这时刚好旁边有一辆汽车驶过 才让小黑逃过一劫 还有就是小美 她在自家的洗手池里 听到了莫名的呼唤 当她贴近查看 却并未发现异常 然后拿卷尺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却发现身不见底 而当她拉出卷尺 却扯出了带血的发丝 紧接着 无数的发丝冒出来 把她死死缠绕 然后大量液体喷涌而出 瞬间染红了整个房间 小美吓坏了 闻讯赶来的老爸 却对眼前的景象视而不见 而最倒霉的就是小明 大白天的都能活见鬼 她看到的是一个 全身长满浓窗的乞丐 小明吓得赶紧逃跑 可当她再回头一看 乞丐不见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三角形的红色气球 而且 后面似乎站着一个人 红色气球缓缓飘起 阴森恐怖的小丑露出真容 小明都要吓尿了 可就在这时 小丑和气球通通消失了 小胖觉得 是小镇受到了祖寿 他来到图书馆 想要查看历史 结果这一查 就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这个小镇每隔27年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命案 而且失踪的 全部都是小孩 他越查越害怕 树上的图片不断放大 最后定格的是 一个挂在树上的人头 小胖吓得赶紧拔出和尚 就在这时 一个红色气球飘过 吸引了小胖的注意 他在后面一路跟随 结果一转头 就看到了一个无头人 下一秒 无头人疯狂奔向小胖 小胖想都没想开始逃跑 而无头人竟然变成了 小丑的模样 好在管理员大妈及时出现 小胖这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 遇到怪事的小伙伴们聚到一起 通过分析和对比发现 每次的失踪 都是在下雪道附近 而这些管道 都会经过同一个地点 那就是 小镇上一座废弃的荒宅 可说着说着 幻灯片开始自动播放 速度也越来越快 随着镜头的放大 画面最终定在了 比尔妈妈的脸上 一群人都吓傻了 小黑一脚踹翻投影仪 结果 更加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还好有人拉开卷的门 才让诡异的现象消失 经过摄影幕 大家都害怕 但只有比尔却异常兴奋 因为他坚信 荒宅就是小丑的老巢 也许通过这条线索 就能找回失踪的弟弟 于是 他不顾众人反对 单枪匹马来到荒宅 可伙伴们 怕他出事 还是跟了上来 商量过后 众人决定一起对抗小丑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留下几人 在外面接应 比尔则带着两人进入 谁也不会想到 里面的东西 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刚一进去 眼镜就发现了一张寻人启事 怪就怪在 那是他本人的 而且日期就在今天 看起来好甚人 当他们来到二楼 亲眼目睹一个女孩 被什么扯进房间 他们立刻认出 那是学校里失踪的女同学 这时 小明听到有人在呼唤他 于是他停下脚步 可就是这一停 前面的伙伴就进入了 另外的房间 等他反应过来 房门已经自动上锁 面前的地板突然倒塌 挡住了去了 黑暗里 一只手慢慢伸了出来 小明被吓得两眼一翻 当场休克 狠狠摔向了一楼 不是过了多久 小明从昏迷中醒来 小丑一把将他抓住 随后就要露出獠牙 准备吃掉 好在比尔和眼镜及时赶到 小丑二话不说 猛地扑向二人 千军一发之际 一根铁棍突然插进 小丑的脑袋 原来这小美赶到 受伤的小丑 退回哭警 消失不见 几人也趁机逃出荒宅 但经此一战 大家都吓破了胆 有人开始想要退出 比尔说什么都不愿 放弃这个机会 他坚信弟弟还活着 可无论怎样 大家都不想再多管闲事 最后只能不欢而散 小镇也恢复了短暂的平静 直到这天 小丑再次归来 抓住了小美 因此众人再次集结来到荒宅 而此时的小美 在下水道里慢慢醒来 她抬头一看 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小镇的下水道 悬浮着成百上千具的尸体 原来镇上失踪的儿童 都被小丑藏到了这里 这一幕把小美吓得要死 她转身就想逃走 可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就在这时 小美背后传来诡异的笑声 可怕的小丑出现了 她弹空飞起 将小美一把抓住 没想到小美却根本不怕 无奈之下 小丑只好张开满嘴獠牙的巨口 里面出现三颗光球 没过几秒 小美就渐渐失去了意识 同一时间 一群人成功来到地下 随后发现小美悬浮在空中 之后 大家合力把小美救下 可无论怎么呼唤 小美就是没有反应 大家都以为小美已经没救了 没想到小胖主动上前 一个真爱之吻 小美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而比尔也找到了失踪的弟弟 看到弟弟可怜的模样 比尔差点就信以为真了 随后他猛然醒悟 因为 眼前的人根本不是弟弟 只不过又是小丑的一个把戏罢了 随后他举起枪 对准弟弟的脑门 果不起来 倒地的弟弟开始颤抖 没过几秒就变成了小丑 但这一次 小丑变得更加凶猛 因为 在他眼中还从来没人能够逃脱 没过一会儿 小丑就抓住了比尔 随后他放出狠话 要么大家和比尔一起死 要么就现在离开 留下比尔 他发誓 再也不会出现 比尔不想连累大家 让他们赶快离开 没想到最胆小的眼镜 竟主动站了出来 说你小子倒是想得美 让我们扛起 背信弃义的骂名 别人我不管 但老子肯定不干 随后他抄起棍子 一棒轮地过去 其他的小伙伴一听也来劲了 大家一拥而上 而小丑开始不断变换 一会儿变成吐出烧焦的手 一会儿变成疯癫的乞丐 想要以此来吓退大家 原来 小丑是以人的恐惧美食 只能对害怕他的人 才能造成伤害 而此时 大家似乎明白了这一点 小丑反而沦为了带宰的羔羊 被大家虐得惨不忍睹 随后他又变成了小美的老爸 试图做最后的抵抗 可没想到小美更狠 直接把一根钢管插进他的嘴里 小丑慢慢变回原形 看到众人坚定的眼神 小丑居然害怕了 随后他翻身跳进枯井 身体也开始慢慢分解 直到最后坠入枯井深处 小丑真的被消灭了吗 没人能给出真相 我想 只有27年之后 答案才会真正揭晓